那其實每天剃毛呢 其實是不會讓我們的毛髮變粗的 就很像很多的偏方說 使用生薑啦 或者是用一些特別的方式 要讓頭髮生長 其實一樣它都是比較沒有科學根據的 那一般來說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常常剃毛的時候毛髮會看起來比較粗 比較長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所有的毛髮斷面都是在同一個切面 所以你摸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所有的毛髮的長短都是一致的 就會覺得比較刺 那其實在科學上來說 其實會看起來比較粗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每一個毛髮斷面都是一致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錯覺 一般來說其實比較常碰到的兩個問題 都是跟除毛過後的皮膚敏感有關 那第一個比較常見的情況就是說 很多女生對於像金屬材質的刀柄 會產生敏感的反應 所以像這一類的 在門診常常碰到這一類的患者 就會建議他可能使用一些陶瓷 柴頭的一些刀頭 那第二個比較常碰到的問題呢 就是說在除毛當中或者除毛過後 因為我們的表皮受傷 所以會造成局部的皮膚紅腫 尤其像在一些腋下本身 比較容易出現一些異物或分泌物的情況 有的時候在除毛之後 常常會產生一些感染的問題 所以像這一些的客人的話 一定會建議他要選擇使用一些抗菌 處理過後的一些刀頭 像這一類的媒體刀呢 其實使用的方式就是利用溫度的差別 來達到減低疼痛的效果 舉例來說其實就像很多的雷射除毛的探頭 或者是像前一代的冰刀的媒體刀 他都是使用低溫的方式 那我們的皮膚在傳遞這些溫度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他跟我們傳遞痛絕的神經是同一條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利用低溫 或者是溫度稍微高一點點的時候 他會減低我們疼痛的傳達的速率 所以來達到減低疼痛的這個效果 大家比較在意的問題就是 會覺得使用這些除毛的媒體刀會覺得比較疼痛 所以像這一代他們我覺得最大一個進步就是 在水中除毛 在水中除毛除了方便之外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像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可以藉由水溫的這個差別 來減低我們皮膚傳達疼痛的這個感覺 所以在於這個疼痛的感覺上面 我覺得是可以一個大幅的改善 所以這是這兩點我是覺得這一代的媒體刀 最大的一個好處的地方 那像這一代比較新的所謂媒體的除毛刀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 其實我們門診會碰到很多的患者 就是他其實每天有除毛的習慣 可是常常不喜歡用媒體刀 最主要的原因反而不是價格 最主要的原因是覺得他除不乾淨 再來就是他覺得拔毛的方式會比較疼痛 所以像除不乾淨等等的問題 其實我們已經發現到這幾代的媒體刀 他除毛的效率越來越高 甚至除毛完之後 你會甚至覺得皮膚好像一下子 變得比較白皙的感覺 一般來說我們在門診其實比較常接觸的 反而是使用這些雷射儀器來做除毛的方式 那像這一些除毛的方法呢 最主要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使用雷射儀器來除毛 他至少都必須反覆治療四次到五次以上的時間 才能夠達到徹底除毛的效果 那第二點比較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有很多東方的女生他的皮膚算是細緻 他的毛髮也是屬於比較偏細的情況 那像這一類膚質的女生呢 使用雷射儀器來做除毛 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把它除乾淨的 那第三點會比較偶爾碰到的問題就是在於 有一些針對比較膚色深的一些患者 或者是一些客人來說 他使用雷射儀器來做除毛 比較常碰到的問題就是 雖然毛髮除掉了 但是皮膚也很容易產生燙傷的問題 所以雷射儀器除毛並不見得是適用每一位的患者 或者是每一位女性的皮膚